高树乡公所运用水源保护区回馈金并自筹经费 连续八年在重阳节前发放老人福利尽老津贴 今天上午公所秘书廖荣常 帅公所人员到高树村南华村及新错村发放尽老津贴 长者排队欢喜领红包 很高兴 今年几岁 我今年是要接着晚上的 但没有参加就在吗 能活到这个岁数能领导 很高兴 这笔钱里面都有 这笔钱 那我们就收益 我们年纪大了 有些需要用 非常好 因为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廖荣常表示 敬老津贴发放标准为65岁以上至79岁长者 每人1500元 共4022人 80岁至94岁3000元 共1615人 95岁以上6000元 即43人 今年发放对象共5680人 发出金额高达1100万元 由水源保护区回馈金支出800万元 其余工作编列预算之因 自从乡长廖文学上 他们的承诺就是我要每一点都要发放 对这个表示于尽 天乡这次总共65岁以上有5680人 那么在我们全乡的领口 高树乡公所表示 禁老津贴从上周期陆续到各村发放 到今天全乡19村已发放完毕 迎接高龄社会老人的福利相当重要 透过发放禁老津贴 展现公所照顾银法族福利的诚意和决心 评论新闻张荣 杨振义采访报道